範例主要就是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假設樂透採上個禮拜那個範例 其實只有兩年很爽 其實大概總共好像 騎大概100次吧 所以其實還算少的 可是如果你假設要抓的是歷史資料 那大家網路上一定有提供類似像這樣的歷史資料 所以我Google查了一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Google查一下 後來發現有一個網站 其實它有提供了類似的這個資料平台 而且它不只是大樂透 它好像其他只要有關這個獎券的 這相關的都好像有 那其中你可以點選 這邊叫樂透雲 那這個樂透雲的話 它除了這個大樂透之外 它其實還有什麼威力財 還有什麼大福財、三星財、一堆的財 反正就給你買個希望 如果你假設中獎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提前退休了嘛 環遊世界嘛 不過前提是買個希望 可是不見得能夠送啦 當然如果真的 像好像上班族很多人都集資 然後去買那個什麼菜 好像之前有一個 一個這個 他們中了獎之後的話 哇 他真的集體就可以離職了 OK 不過這個當然是少數啦 大部分人都很難 不過如果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希望能夠延伸上個禮拜的需求 然後呢 網路上我Google查了一下 當然你不一定是這個網站 其他網站也可以 那這個網站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 基本上就是把歷來的 這個大樂透的中獎號碼一樣 就把一直到昨天為止的所有號碼 那你會發現你往下捲動的話 他就會看到 不過他最下面的這個紀錄 只有到8月2號 為什麼呢 因為資類浪太龐大了 如果假設你一次全部顯示的話 那會佔很大的流量 OK 所以他希望分流的話 所以他把所有的資料 應該理論上猜成1到76頁 也就是說呢 總共應該 如果所有的 我如果沒猜錯的話 第一頁應該就是我們現在這一頁 那如果你要一直往前推進的話 你可以點第二頁 然後一直第三頁 一直到76頁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是希望說可以把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包含日期 還有就是大樂透的中獎號碼 還有特別號 備註其實空的就不用了 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我希望能夠快速的幫我 把他匯入到Excel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如果假設你不會用比較聰明的辦法的話 一般想到應該怎麼樣 把他選起來 然後Ctrl C 然後Ctrl V Ctrl C Ctrl V 那你要做76次 OK 那這樣感覺好像也是可以 可是速度實在太慢了 而且如果這個資料更新的話 你又要重來一遍 OK 而且如果像類似的需求還蠻多的 比如說像金融業 金融業很多什麼 外匯 還有股市 期貨 相關的資料 它的更新速度很快 股市資料每天都在浮動的吧 OK 所以如果假如你用人工的方式去取得變動的資料 所謂的大數據的話 那你一定會永遠做不完 所以現在金融業其實 很需要用類似的方法 去把資料爬下來 OK 那當然還不是只有金融業 各個領域都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的Data 其實都在網頁上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快速的 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如何快速的把它匯入到Excel 因為利用Excel做統計分析 其實目前來說應該相對最簡單 應該也最友善 各位也學那麼久了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等於就是說 你需要把網頁跟Excel之間做一個橋樑 然後能夠把它快速的抓下來 這件事其實就不容易 那這個橋樑其實有一個名稱就是爬蟲 所以網路爬蟲 其實就是把網頁資料爬下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練習是CSV 那現在更麻煩的地方 更複雜的就是這個網頁 那特別注意 這個網頁你說是不會啊 反正就是 可是實際上如果是網路爬蟲的話 它可能要面臨的就是第一個 這個網頁其實背後有一個叫原始碼 如果你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你會發現實際上 你看到的跟實際上背後的資料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這麼人性化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透過瀏覽器幫你解析 但是從主機傳過來的東西 它不是長這樣 它實際上是長這樣 也就是裡面有很多的HTML原始碼 那這個原始碼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也沒辦法解析 所以最難的地方就是你要解析這些原始碼 所以你這邊按滑著右鍵有沒有 在網頁上按右鍵就會檢視原始碼 那你可以看到這原始碼背後的東西 但是我不建議你們直接看原始碼 因為看原始碼真的很痛苦 而且這些東西對你來說都天書 那我是建議如果將來你要學習 至少你不用檢視原始碼 但是我建議你可以用另外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你想要知道的某一個表格 比如說我們這個網頁裡面的話 其實最需要知道就是所謂的HTML標籤 那標籤的話實際上它有一個特徵 就是開頭一定是小於符號 小於符號開頭後面就是一個標籤 像這個是head 有沒有 那底下的話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table 有沒有 那table的話就table 顧名師嘛 表格標籤 那tr的話實際上就是什麼 tr就是table row的縮寫 table row就是表格的一列的意思 然後底下還有什麼td td就是一個儲存格 就是如果用那個 vba裡面就是一個sale 一個sale 所以如果假設你需要知道的 至少就有三個標籤 第一個標籤是table 第二個標籤是tr 第三個標籤就是一個儲存格 叫做td 一個儲存格叫td 如果你要檢視原始碼 我是建議你可以直接在你想要知道 比如說表格的左上角這邊 日期的地方選起來按右鍵 你把它檢查 我是比較建議 如果你要看背後的標籤 你不要直接看那個檢視原始碼 因為檢視碼太多了 你不知道這個原始碼的標籤在哪裡 我建議你將來的話看標籤 你至少要學會一個功能 就是在你需要檢查標籤的位置 按下右鍵檢查 比如說日期好了 因為日期就是在表格的一個開頭位置 所以按右鍵檢查 你會發現如果按右鍵檢查之後的話 因為我選的是這個日期的地方 按右鍵檢查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會自動在你的右邊有沒有 出現一個原始碼的狀態 因為我選的日期 它告訴我說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好像淡藍色的一個區域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說這個是一個TD的標籤 那將來你只要透過TD的標籤 去抓這個TD之後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那就可以把日期兩個字取回來了 大概圓裡圓著這樣 不過一聽就覺得這個應該不是算很簡單 對 真的不太簡單 所以我們要想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其他還有像什麼 往上推進各位可以看到 TD上一層就是TR 有沒有 你如果游標放這邊 有沒有發現 它的那個左邊的地方 它會幫你選起來 跟你講說這個TD指的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什麼呢 就是要table row 就是一個表格的一列的意思 OK 再往上的話有沒有發現TBODY 就是表格整個身體的地方 這個比較不重要 比較重要是上面這個 叫做table 所以在以這個表格來說 至少你要了解有三個重要標籤 由外而內的話就是table 再是TR再是TD 其他這樣子看不懂沒關係 你可以適合不切沒關係 因為如果你要徹底了解裡面的東西 你一定會很痛苦 因為你會發現永遠了解不完 OK 看這些真的很痛苦 OK 我以前真的 剛開始我真的蠻認真的 我真的蠻認真的 把這全部一個一個都了解了 然後我發現真的 永遠有了解不完 後來我發現一定要抓藥靈 抓重點 其他不知道沒關係 所以有時候學科技的東西 真的有些東西 你不用全部都知道 你只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的部分就好了 OK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這些訊息之後 接下來就想辦法把它抓下來 不過我們待會用兩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 其實完全不需要知道這些都沒關係 叫之前用過 所以你們待會開啟大樂透的這個單元 它會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找到往下捲動這邊有一個 往下應該 這裡 大樂透歷史資料 它沒有範例題 因為範例就在那個網頁裡面 所以你把它打開 那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一個連結 樂透雲 當然你也可以找別的網站 我是剛好搜尋 我覺得這個網站還蠻適合 當一個範例的 所以我就直接用樂透雲的這一個 那當然你如果覺得這個練習完 還意猶未盡的話 你也可以去練習威力踩 大福踩 一對一踩 如果你每天固定都會買一下 希望的話 這應該對你來說 應該蠻有用的 OK 因為網路上我有 現在這個範例底下都會有很多彩謎 留言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算 下一期要開出什麼號 我想說如果我教你 如果我會的話 我就不用上課了嘛 我每天算下一期開出什麼的話 我不是都億萬富翁了嗎 OK 所以我們重點不是在算這個名牌 我們重點是如何把網頁資料 抓到 itself這件事情 好 OK 就這麼簡單 那怎麼做 大概方法很多啦 首先的話當然你還是需要具備有 剛剛我講的HTML語言基礎 不過這個可能又是一個漫長的一條路 所以你們有時間自己看一下底下有一個 這兩個連結啦 這次網站我覺得還不錯啦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什麼HTML 那什麼叫HTML 這邊有一個全名 我想我就不講 你們自己看好了 應該都看得懂 那其實白話意思啦 反正就是一個標籤 頭跟尾 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有沒有 那頭一定是小於符號開頭 後面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尾巴的話呢 一定是小於符號加一個斜線 加一個一樣的名稱 那中間的東西就是我們要抓取的 叫Content 一整個的話叫Element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這個Element就是它的元素 我們要抓的就是這個元素裡面的Content 把Content抓回來 這樣就完成我們爬取的這個流程 只是這個一聽就知道 真的是不是太簡單的事啦 不過至少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那以後至少資料如果在網頁上 你要把它變成在Excel 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情啦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想幾個辦法 所以第一個這個HTML大概知道一下 待會兒我們用的範例 基本上呢 我們這底下你們捲動到底下 這邊有個範本 範本的話應該在第四頁的地方 那因為我找了很多方法啦 其中的話我覺得最簡單 你不需要知道什麼標籤 有一個物件叫Credit Table 這個Credit Table其實跟之前我們用的那個 抓那個什麼外匯歷史資料一樣的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那個參數的名稱 這邊本來叫TEXT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把它改成URL 那URL就是網址的意思 也就是說本來是抓網頁上面的 這個純文字資料 CSV 改成給他一個網址 並且告訴他說呢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table 所以大概就跟他講兩件事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網頁在哪裡 網頁的網址 第二個的話webtable 就是這個網頁裡面呢 你要抓取的是第幾個表格 那你說第幾個表格 這個表格第幾個怎麼知道 那其實意思就是說 這個網頁的table標籤幾個 那你要抓的是第幾個的意思是哪 標籤才記得吧 小魚負草開頭 所以一個網頁裡面可能有很多個table標籤 但是你要抓哪一個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那個table直接抓下來 就完成了 所以大概的流程我說一下 其實應該也不難理解 我覺得沒有困難 你只要知道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待會需要提供給他兩個訊息 第一個就網 所以第一個 你找到這一個 在雲端上面的第四頁的地方 把它Ctrl-C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再開啟Sale 再把這個程式貼到VBA裡面 該會吧 這個我想我們做很多次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用公式 不行 所以後面都不行 所以期末之前 反正你一定要把VBA學好了 學好應該很多事情就簡單了 那再把這個制定功能區的開發留言打開 打開應該沒問題吧 找到VBA並且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並且先 因為我要貼一個SARB 所以要先做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前面都講過 然後把剛用程式貼上就可以了 貼到這邊 所以在模組裡面有個SARB 然後字放大的話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到12號字好了 那接下來這個範本裡面 需要給它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就是它的網址 那網址的話呢 記得放在UIL封號的右邊 貼上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網址在哪裡 網址其實就是剛剛樂透雲的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但是我是建議啦 請你們這個網址 先點選那個 底下不是有那個page 那個什麼 第一頁到第76對不對 請你點1這個地方 那得到這個網址放過去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點了1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 這個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本來是長這樣對不對 當你點了1之後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後面加一個問號 問號後面呢 它給了兩個參數啦 問號喔 第一個參數叫indage page等於1 and有沒有 第二個參數等於order by等於new 所以感覺好像應該可以理解吧 問號實際上就是 後面我傳給你什麼參數 那總共有幾個的話 你後面一直and下去就對了 反正一個就是一個indage page 如果兩個就and order by等於new 第三個再and 反正一直and下去 它就會傳兩個參數 給主機 它會去幫你把 主機上面的資料庫 幫你抓下來丟回來給你 OK大概就這樣互動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intage page等於1這個訊息 那我剛剛不是點1嗎 那如果第二頁怎麼辦 其實我們應該亂拆 應該也可以拆出來 如果呢將來 如果你點2的話呢 那應該這邊會變什麼 indage page會變什麼 等於2 有沒有 所以如果 點3的話 不就indage點3嗎 一直在推 那到76的話 不就indage page等於76嗎 對 等一下去看一下 對沒錯吧 所以喔 好像我們有一個線索了 就是如果我要把1到76頁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將來我只要產生一個變數 它的順序分別是1到76 這就寫個回圈就好了 4i等於1到76 然後再把i的值放到這個位置裡面去 讓它每一次跑就抓一頁 每一次跑 那不就可以把1到76頁的資料 全部通通抓下來 對 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待會先點1 然後得到1類等於1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好了 那待會的話我們先 也先不要那麼大 我們先抓1頁成功 那76頁應該就不遠了啦 OK 所以你當你1頁都抓不下來 你不要想說你要把7、6頁全部抓下來 慢慢來 OK 寫程式我發現真的不能急 一定要沉入氣 而且要慢一點 有同學好像就一下 把它全部抓住 不可能啦 說真的 你如果一直沉不住氣 一直都會發生錯誤 我是建議如果你一直錯誤 你可以先出去喝個水啦 或者是晃一下 回來自己的解決 真的 所以有時候 真的最重要不是處理事情 是要處理情緒 所以很多人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不會處理情緒 所以很多人EQ很低啦 我是覺得很多人很聰明沒錯 但是就是情緒一來了 就會很生氣 然後就開始亂講話 亂講話就錯了 你一亂講話 即便你是對的 你有理 最後也是變無理的 OK 所以喔 怎麼樣沉入氣這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我回想起來 我反省一下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是沉不住氣 輸的時候 就輸再來 沉不住氣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很多事情 如果遇到像寫程式 千萬注意 沉入氣 很多本來簡單的事情 真的 本來困難的事情 突然就變簡單了 OK 好 那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記得要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記得要貼到分號的右邊 貼上就可以 那檢查一下 前後不能有任何空白 如果有空白就不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還要知道第二個訊息 就是Web Table等於多少 這邊要給一個數字 那我之前好像有算過 應該是5 所以你這邊輸入5的話 應該就可以直接把它執行 資料應該就下來了 有沒有發現 如果假設 我先貼上網址 再輸入Web Table等於5 這兩個訊息的話 那你在上方執行 有沒有 這個SARB程式的話 應該就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 這一頁就被抓下來了 有沒有 這應該是2024 2024的11月初天的號碼 然後重要號碼 特別號都下來了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知道5 那跟各位講 這個5的訊息怎麼來的 其實5的訊息 就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在日期這個地方 選起來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標籤叫Table 有沒有 小於符號加Table 那問題是 它是這個網頁裡面第幾個 大概幾個方法 它比較笨的方法是 你再往上推 這個位置有沒有 上面有沒有其他的 這邊又一個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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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面就到八底 就沒有了 所以理論上算一下 應該一二三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四 五 有沒有 剛好第五個 有沒有 如果你這樣算一下 應該知道我意思吧 可是問題說 老師還好這個網頁比較簡單 你還可以看算出來 可是我資料很多的時候怎麼辦 我剛剛是從這邊往上推 這邊一個 所以這邊假設五 這邊四 這邊是三 二 一 有沒有 所以剛好是第五個 可是如果假設你的Table很多的話 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尋找 尋找的話 你可以在右邊這邊的焦點上 Ctrl F Ctrl F是尋找 尋找什麼 跟它講說 幫我找一下那個標籤 所以標籤符號是 Ctrl F之後標籤 輸入一下 標籤開圖一定是小於符號 打個Table T A B L E 好 如果你打了Table之後的話 那它會告訴你什麼訊息 它會在右邊告訴你說 你總共有七個Table 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這個東西 總共有七個 那目前停著在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箭頭 一直往下搜尋 那你就大概知道了 比如說1 點下變2 有沒有發現 你點2之後 請你注意一下左邊的狀態 左邊這一塊 這一塊就2 可是你說老師它不是表格 為什麼它也用表格 其實跟各位講 Table這個標籤 除了可以拿來當表格用 也可以拿來當排版用 所以如果那個地方你要給它一個定位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Table 所以這個第二個 第三個再往下 有沒有 第三個好像有接近 但是是全部 第四個上面那一塊 第五個的話就這一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當你已經確認是這個區塊 是你要的資料範圍的話 那你再把這個數字 填到Web Table上 其實就可以把我們的網頁資料給抓下來了 OK有沒有 這邊Web Table等於5了 那這樣就OK了 但目前的話 它只能夠抓1頁 可是你說 76頁怎麼辦 76頁 當然你也可以講 把這邊改成2 OK 當然這個地方還有一個Destination 目前是放在A1開始 但是如果你要抓下一頁的話 應該Ctrl向下 應該是要把它放在92這裡 所以你要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IndagePage等於2 一個是Destination等於RangeA1 這邊應該不是A1 應該是A92吧 有沒有 讓它放到這裡 執行一下 有沒有 第二頁下來了 那你說老師 那第三頁呢 第三頁就是把它改成Indage603 然後應該放在92嗎 不對 因為92已經放了 所以在Ctrl向下 那就183 有沒有 所以這邊要把它改183 那這樣的話 你再把它執行 第三頁又下來了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有比較快一點 但問題老師 這個還是有點麻煩 變成你要一直改 改76次 然後一直算 其實我覺得 總比你用手動貼 應該會快一點 可是你說老師 那這個 是不是可以寫個回圈 就自動完成 對沒錯 所以待會 我們再試著把這一個 單頁的 下載 賄賂把它改成P次的 就是1到76億P次的程式 那怎麼改掉也在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試著了解一下 這個運作的原理原則 應該知道 剛剛大概改了兩個參數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WavePayPal 這兩個 改完之後呢 再下載其他頁 那就是把參數裡面的IndagePage 等於1 改成IndagePage 並且下載的Distination 這邊有個參數 Distination 就是你要下載到哪裡 那把它改成A 本來A11 變成A92 再A183 那當然你變一條 往下追蹤 挺麻煩的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不需要自己手動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改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好